主角Bradley是一个亚裔 这个选择是有关他的家庭 有关他的爱人 有关他的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看法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国家 有很多各种民族 有亚洲人 我就想说拍一个 就是有关外来亚裔的一个股市 展现这个多元化的 在美国的社会的意见 长篇我们有院线 也有独立院线 我们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的发行 但是短片目前就比如说在国内来讲 绝大多数还是在网络上 现在有很多网络媒体 网络播放平台 都会热衷于去播放短片 有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观看一个完整的一个长片 可能我们就想说 在坐车的一个时间上看一幕电影 这样长片就是不可能了 所以短片下下 就可以找这个空隙 去发展它的市场 很多人来Gana 带着它短片过来 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市场 然后将来把这个短片能卖出去之后 然后改编成一个长片电影上院线 短片和长片毕竟还是有不同 无论它你做什么改编 就是对它的本质上有一个定性 我也是一个亚洲人的身份 在美国有一些专门为亚洲人开放的一些电影节 像之前我参加过一个叫 AOF Asians on Film Festival 都为短片开放了市场 短片在国内的市场其实还是很大的 就包括我们所说英特网 国内的这种流行的就比较火 这些视频的网站 他们都会有这种短片的需求 十多分钟就讲清楚 如果要是放到一个两个小时之内 那你们是不是能讲更多的故事 能讲一个更好的故事 然后同样我们拍电影 为观众而拍 我们要在市场和艺术追求上 找到一个平衡点 透过一个短片 你能看到这个人的 这个导演或这个电影的人 他的实力和他对市场 对艺术这种追求 没准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说下一个 就是中国电影的中间力量